百分之九十九的摊位都是在卖现在的工艺品 问这个问题关于市场上能不能买到好东西 我现身说话 我前一个礼拜都没事 我就让北京攀家园转了一圈 当然那几百个摊位呢 确确实实不客气的讲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摊位都是在卖现在的工艺品 整个攀家园西边那一块场地摆地摊的呢 整个转了一下 一共有这么三到四家是卖老东西的 其中呢有两家是卖辽金一起的 那个就很明显了 就是辽金的东西比较多 当然我不能说是他的摊上东西都对啊 有对的又不对的 做生意嘛 人家就是我就卖这个东西 你东西你自己看 谁有眼泪谁买 我给你拿一件东西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沁色盖画 盖画完了这个沁色的过渡 这种光细 又知道老化 风惊撂美的汉代 那就是汉代早期 战国晚期的一个小玉柄 为什么不知道他是战国晚期呢 因为他这个古文的雕刻方式 带有一部分原文的特点 这个古文是由云文演变而来的嘛 再一个整个这个古文的这个尾巴 是家常 整个这个古文有点方 这是典型的沾国晚期西汉 早中期的一个特点 因为你看 他就从盘教堂买的 价格我不讲了啊 只是告诉你 还是能买好东西的 唐 2 2 5 2 130 4 4 6